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你是否实时意识到天主与你同在 让今天7月19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这是圣地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出古记第三章 第一至六第九至十二节 那时梅瑟为他的岳父 米德阳的司祭耶特洛放羊 一次他赶羊往旷野里去 到了天主的山河勒布 上主的使者从荆棘丛的火焰中 显现给他 他远远看见那荆棘为火焚烧 而荆棘却没有烧毁 梅瑟心里说 我要到那边看看这个奇异的现象 为什么荆棘烧不毁 上主见他走来观看 天主便由荆棘丛中叫他说 梅瑟 梅瑟 他答说 我在这里 天主说 不可不可到这边来 将你脚上的鞋脱下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 又说 我是你父亲的天主 亚巴郎的天主 伊撒格的天主 雅各伯的天主 梅瑟因为怕看见天主 就把脸遮起来 上主说 现在以色列子民的哀嚎已达于我前 我也亲自看见埃及人 家喻他们的压迫 所以你来 我要派你到法郎那里 率领我的百姓以色列出离埃及 梅瑟对天主说 我是谁 竟敢去见法郎 率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 上主回答说 我必与你同在 几时你将我的百姓由埃及领出来 你们要在这座山上崇拜天主 你要以此作为我派你的凭据 感谢天主的圣言 圣经告诉我们 梅瑟在发现自己真实身份后 曾经为了保护一位希伯来同胞 而杀死一位埃及人 后来被法郎知道 只好逃亡到米德阳 然而 虽然他过着隐居的牧羊生活 天主却没有把他忘了 今天 我们听到天主在燃烧的荆棘丛中 显现给梅瑟 出于好奇 梅瑟变靠近 想了解为什么荆棘烧不悔 在这里 我们看到天主的细心 他清楚知道如何吸引每一个人 也许他会透过美感 音乐 大自然 伟大的理想等 吸引某些人 但天主却用好奇心吸引了梅瑟 好奇心让梅瑟从他小小的牧羊世界走出来 走进天主更大的计划 天主从燃烧的荆棘丛中对他说 不可到这边来 将你脚上的鞋脱下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 凡是天主在的地方就是圣地 这时 梅瑟被邀请脱下他所有的计划 装备 假设 谦卑地来到天主跟前 聆听天主对他的计划 天主要召唤梅瑟率领以色列子民 离开埃及这奴隶之地 但不是按照梅瑟的方式 而是天主的方式 在我们生活中 天主会召唤我们去执行不同的任务或使命 这些使命可能看起来很渺小 如照顾我们的家人 或帮助一个不幸的人 也可能看起来很伟大 如盖一座教堂 或反对不公正的政策等等 今天 天主也邀请我们在这些使命面前 脱掉我们的鞋 让我们意识到天主也在其中 因此 与其按自己的想法尝试完成这些使命 不如问问天主 他希望我们怎么做 请品尝试圣言 不可到这边来 将你脚上的鞋脱下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 也在我们生活中活出圣言 今天你有什么重要任务要完成 试着询问天主 你该怎么做 及用什么态度去做 最后让我们全心祈祷 天主 感谢你教导我 其实你的灵赛 时时都在我身边 而我凡事都可以问你 这每日圣言祈祷的内容 取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意识到天主的灵赛 凡事都可以询问他 我们明天再见